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尋的實況 我是黑偶尋 今天我們來玩一點 屍體派對 性質的戀愛遊戲 啊 那個很久很久沒有實況這個 性質的戀愛遊戲 然後 我不知道上一次是怎樣 上一次實況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就是 我不知道啦 我之前也有在專業說過說 我最近真的是 這個學期的那個考試不知道排人怎樣 害我整個學期都是有點茫茫的 然後 其實我這個學期其中 不是表現得很好 就是學賞 所以 我一直想說到底是 就是最近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可是 我又不想像上學期那樣整個實況荒廢掉 所以我有空還是會做一下實況 只是 只是我可能學要再多用心一點啦 那 痾 其實我最近的想法是就是 因為絕對零度不是出了重置版 所以 本來是打算重心都放到絕對零度上面 再加上還有300 的回饋 嗯 其實我最近在做 不過 痾 好像 屍體派對太久沒出好像也不好 所以就 開始出啦 啊 大概就是這樣 那 痾 有一件事情還要再跟各位看官講的就是 痾 因為最近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會開家裡的電風扇 對 我家沒有冷氣喔 對 所以 我去年也說過 今年我要再說一次 就是 接下來的實況可能都有電風扇的聲音 所以如果說有影響到實況的音質的話 就是 就是 減量一下 好 上一集我們好像是剛結束了 第二章 然後 開始了第三章 是要 怎麼講 要進行 猜謎 對 就是 戀愛 也不是戀愛劇 偵探劇結束之後來猜謎 那我們就繼續上一次結束的地方吧 好 我突然想到了 上一集結束的時候 就是那個 我們開始 一直講說 那犬丸 愛情的力量到底有多偉大 偉大到他 好像整個人已經不是人類了一樣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記得拳丸之前有跟沙哩巷借過衣服 但是什麼衣服 我忘記了 我們看他 我有點忘記了 好 我們看他到底把沙哩巷的衣服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那當然 丁寧地放在我房間的床上 可不是必要的 呵呵 天啊 這樣好像有點糟糕欸 所以你以後要拿那件衣服來幹嘛 穿在身上嗎 還是怎樣 呵呵呵呵 直接叫他去死 喔 他吐血了 而且旁邊還有字幕 喔天啊 這 這個 這個 立繪的 這個叫什麼 這立繪的創作還真是一大翻新 哇 喔 好像 好像在看漫畫有沒有 那種感覺 這 這 我們通常台詞是用講的 但是他那個是直接用寫出來的 喔 字卡在殺嗎 喔 他也不是說犬完辛苦欸 喔 蛤 感覺浪費了不少能量 哪種能量 你是說沙哩巷出的那一拳 浪費了不少能量嗎 是這樣嗎 還是什麼 你是說犬完嗎 就是 可以完全把自己喜歡殺了一箱什麼全部 就是毫不掩飾的說出來 因為良述你自己是沒辦法那樣對不對 良述我溫動你的心情 你基本上也沒有辦法那樣 你只要是鼓起勇氣像不沒的告白 就會run end 可是如果你自己又不鼓起勇氣的話 你就會被那兩個 那兩個不知道是誰的 就那個 藍跟紫沙就會說 喔 這個騎士怎麼這麼膽小喔 這個騎士怎麼都不會懂得要鼓起勇氣 只會躲在後面怎樣怎樣 就是一直嗆 所以我覺得良述真的是一個很苦命的角色 所以良述是想學習 就是能夠 對不美毫無掩飾的直接表達自己的愛意 只是他每次那麼做都會run end 然後不美是因為他暗戀著 蛇智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喔 因為剛剛那句話 シノサキ他不是放在心裡 而是說出來 可是他說去 說了那句話 良述就突然可能會有點不知道 欸 你剛剛說 說這樣子 那你是打算想對誰 表達你的意思呢 他絕對沒有想到是哲智吧 欸 有可能喔 因為良述好像多少有一點了解 其實 不美對哲智有點意思 但是他還是沒有放棄 我記得設定上好像是這樣 不過不美的個性可能不像是會 等一下 蛤 該不會 莎 莎莉香現在換人 會 齊心表達愛意了吧 是這樣嗎 等一下喔 字有點lag太久了吧 等一下 他的意思是說 剛才塞姐講的那些話 都被 都被 蓝束跟不美經得一新二出 唉呀 性子惡羞啦 欸? 喜歡猜謎了是誰? 喔 沙海香 沙海香 你們兩個合得很難 你們姓紫一定合得很難 放心好了 因為 有個人喜歡猜謎 他就變得溫熱 我都不得了 果然是很容易搓中 搓中那個叫什麼 搓中要點 謝謝 你們兩個 不是剛剛才在吵架嗎 等一下 沙海香 喔 他在跟沙海香講話 而不是跟杏紫講話 所以等等杏紫就會生氣了對不對 你看 琴琴這句話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各位看官 有時候就要注意一下 他這句話到底是放在心裡 還是說出來 像剛剛那個 梁樹跟不美 就是直接說出來 然後那個沙海香就 啊 被聽得一心又出啦 那你看 琴琴現在又來 琴琴現在 這句話 他是用說的 所以呢 杏紫就會聽到 我們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杏紫一定會生氣 喔 沙海香 這句話 雖然是用講出來的 可是就很小聲 所以 這句話杏紫應該不會聽到 可是七星那句話 杏紫會不會聽到 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看杏紫會有什麼反應好了 看來是真的沒聽到啊 喔 要是剛剛那句話 被杏紫聽到就不妙了 杏紫又會生氣 杏紫 杏紫很容易生氣 任何事情都可以讓他生氣 可是如果 你跟他說 我很喜歡猜謎 他就會變得高興得不得了 就是要討他開心啊 我希望杏紫 我希望杏紫之前說他喜歡猜謎 真的 就是他多少 對猜謎有些興趣 而不是 為了銀河性質 不然他接下來真的會很痛苦 性質就會出一堆猜謎 一定要要猜 然後杏紫全部都不會 就很痛苦 他會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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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首先是Mahou Mahou 七星 怎麼了 七星是怎樣 等等喔 我看一下字喔 也許 那個 Mahou不是七星 而是別的意思 只是我剛好聽到Mahou 首先就選七星 還好你沒有選犬丸 不然等等塞一下又要發飆了 好 要一起來玩猜謎了嗎 該不會之後就是那個 會出猜謎題 然後會給我選項 然後猜錯就run end 會是這樣嗎 然後整個那個 然後那個之後可能就是 杏紫就辦了一整個猜謎活動 然後整個猜完之後七星就說 欸 你這什麼猜謎活動 正式中的猜謎活動 應該要像那個什麼什麼什麼一樣 然後你沒有 你這猜謎活動 能叫猜謎嗎 然後就開始吵架了 會不會發生這種事啊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杏紫選 下一個人選犬丸啊 接下來 殺野香一定會有很大的反彈啊 是不是 犬丸都是很高興 這點我倒是不意外 可是等等殺野香又要 喔 超級生氣 點點點 哇 杏紫真是不思想 或許他 或許杏紫並不知道 欸 可是 可是殺野香明明 對全玩反彈很大 誰都看得出來吧 難不成杏紫不太了解 他們兩個這樣 難道他以為他們兩個這樣 是在打情罵俏嗎 其實不是不可能啊 可是這 誰來看都知道他們兩個是 就是 殺野香真的很討厭他 完全的 完全的 相似啊 殺野香非常的排斥他 誰都看得出來 呵呵呵 北無順啊 牙蟻子出現了 牙蟻子好像很久沒出現了對不對 恩 這關係有點遠欸 因為是 曾經是七星的同事 然後七星跟那個 殺野香四號朋友 其實 其實牙蟻子跟 殺野香也有關係啊 不過 所以接下來輪到牙蟻子嘛 為什麼我覺得牙蟻子 那個叫什麼 參加的話好像會不太妙啊 還是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喔 欸 等等是不是連那個什麼都要出現啊 那個叫什麼我忘記了 攝影師那個叫什麼我忘記了 我忘記他名字三個字了 可是我一直講不起來 等等會不會連那個都出現啊 各種依依上變得很歡樂 你又要想搞什麼飛機啊 你們還各位看完你們還記不記得第二張 就是 第二張說要演偵探劇的時候 分成兩組 一組是 就是想參加跟一組不想參加 然後不想參加那個 那一組就是前半段 完全沒有他們的戲份 就是在準備 那個整個偵探劇 什麼 排演啊 視角 有的沒的 完全沒有那些人的戲份 一直到他們準備完成要開始表演的時候 那一些 那一組人是當看官 可是在那之前 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出場的機會 那我在想 這一個chapter 會不會就是 呃 分成那個 就是 殺來鄉他們 就是參加這猜謎活動 然後可能前面有一段時間 其他的人完全沒有戲份 對啊 你們還記不記得 第二張整個看下來 你們都快要差點忘記 折制才是主角了 我在想這一張會不會也是這樣 呵呵 你們是不是都不希望亞一直加入啊 對 本來是不要放鬆對靈體的警惕就好了 現在連亞一直都要跟靈體 歸在同一類了是不是 我不反對 因為我也是這麼覺得 因為你感覺就不單純啊 我的直覺就是這樣啊 想想看第一張 你跟杏子這麼要好 然後好像 你們兩個是同我的一樣 哦 對對對 天九弟 天九弟 突然想起他的名字了 對 天九弟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七星這一組 七星跟殺來鄉 這一組 就是他們跟他們有關係的人 通常都會參加 然後 天人 不是天人小學 如月學員的那一組 我在想他們戲份是不是就沒有了 對 我現在在思考 是不是會有這個問題 怎麼了 怎麼了 七星你很排斥天九弟嗎 就像殺來鄉 對犬丸那樣嗎 難道是這樣嗎 好 天有地這邊應該是想說 欸欸欸 七星你剛剛噁了 對不對 對 蛤 是因為這樣嗎 就是 有天九弟的地方就有災難嗎 天九弟是這樣的人嗎 這我倒是不知道欸 話說原版 原版的屍體派對 甜九弟後來怎樣了 我不是很清楚欸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七星跟 殺來鄉 最後都死得很慘吧 然後犬丸是 這個版本才出現的 然後甜九弟原版有出現 可是甜九弟後來怎樣 我不知道 可能也是死了吧 可是後來 他到底怎麼了 我就沒有在記了 所以甜九弟會帶來厄運嗎 話說甜九弟對七星是什麼關係啊 這我就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 他們是一活 感覺杏子會說不行欸 不要忘了在這裡 杏子就是老大 杏子就是這裡的一切 他就是主宰這個世界的神 他就是主宰天神小學的神 至少在天神小學這個地方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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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他就是 最上層的 一個主宰 所以不能拒絕性質 不然會被殺掉喔 甜九弟真的有這麼糟糕嗎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 甜九弟應該是有想要說什麼 可是字又lag了 所以我在想這一集應該是在 猜謎活動開始的時候 我們結束這集實況差不多 有可能他們前面還要再扯也有的沒了 那我們到時候再試情況做調整 對 對啊 你看看那個 沙哀香都要忍受 有一個 全完跟他一組 啊你不過就一個甜九弟 其實還好吧 雖然可能對你來說不好 可是你要想看 沙哀香他也要忍耐 全完啦 是不是 難道這樣講不對嗎 可是 不是 事實就是 七星很排斥你啊 啊我只是 幫你收一些 打圓葬啊 呵 嗯 才不是好嗎 可是 七星可就不會這麼說囉 七星會很直接了當的拒絕你 就是說 你不要來 我不想要你來 話說你就是 話說你又是怎麼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說的是 欸 你這樣說有點誇張喔 你 你就算這樣說 那也是 七星跟賽 跟賽哀香毒俗的時候才有可能那樣好不好 絕對不可能是你跟他毒俗的時候那樣 我剛剛要講什麼 害我都忘了 我是想說什麼 我要說什麼我忘了 總之 總之 不可能的 我 我相信 我相信七星跟賽哀香是很親密的 就是 我 我記得那個 七星吧 七星好像會喵喵 可是那是跟 跟那個 賽哀香毒俗的時候 然後 賽哀香就會說很可愛 所以他們兩個感情才會那麼好 欸 話說各位看官你們覺得 七星跟賽哀香 這一組CP 跟 藍跟直殺這一組CP 誰比較散 你們可以給點意見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 不相上下吧 所以 我覺得 表面上看來 藍跟直殺比較散啦 但是那是因為他們出場次數 好像比較多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過影子書的話 你們會發現 七星跟賽哀香的感情真的是很好很好 對 所以 你們可以 表達一下你們的看法 我這邊是 不直接說啊 哪一組比較好 但是 但是你們可以 給一下你們的看法 什麼什麼 你是聽到這句話 感覺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天啊 我都不知道欸 因為你的反應 看起來很激動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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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 話說 我剛剛才注意到犬丸 這個表情好像有點猥瑣 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我不知道怎麼婉轉的講 直接講就是猥瑣 還是怎麼講 就 不知道欸 就 不知道我剛剛才注意到這個表情 好啦 可是 再像你現在講這句話 我也想吐槽 就是 就是 你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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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對犬丸有剛剛什麼喵喵什麼 巴噗巴噗什麼反應 我 我很清楚 可是 你跟七星真的有那樣過好嗎 或許剛好就只是犬丸有目擊到 你們兩個在那邊放閃的畫面 所以 他才說我這句話 可是 這絕對不會是妄想 你就認了吧 塞一槍 哇 犬丸又被打了 犬丸又被打了 好 兩秒鐘 好結束 喔 這次他被打倒了 欸 痛的應該是犬丸才對吧 還是說你的頭痛 就是因為 犬丸一直 害你那個 害你整個 很混亂 喔 居然是用踢腿的 所以 所以天酒T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賽亞香的胖子嗎 好 這個我們就不要問了 就是用踢的喔 難怪 難怪那個犬丸會倒下去啊 這 不倒下去也難啊 你有沒有覺得 除了七星跟 三海香之外 剩下的其他人 全部都是就是 七星跟三海香 不想跟他們 同一組的人選嗎 全部都是欸 不論是犬丸還是甜酒帝還是 啞 雅一直都是欸 這到底是為什麼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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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五個嗎 噢這聲音不錯 沒想到杏子也會有 這樣裝可愛的手 醬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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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比吉 鬼杯祭 連鬼杯祭都出現了 哇好多人喔 這 這一次是那個喔 七星組喔 就是 七星那一團的 全部都會出現嗎 喔喔喔 鬼杯祭出現了 喔鬼杯祭出現了 這絕對是 這絕對是 七星跟賽一樣 絕對絕對 想要他加入一個人選對不對 就是跟那個之前什麼 甜酒帝什麼 犬丸都完全呈現 對比 我記得 我記得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歡啦 總之就喜歡 我 總之就是 應該會希望 就是那個感覺 鬼杯祭 那個 七星跟賽一樣 應該會希望 跟他一組 對吧 對啊 七星應該很想跟他一組啊 我記得 我記得原版的時候 他們兩個好像 也不只七星啊 可能賽亞槍也是 就是 可能發生很多事 你知道天人小學 本來就是發生很多事嗎 然後就可能出現什麼 生理識別啊 然後他們就分開了之類的 好像可能鬼杯祭先走 然後後來七星也死得很慘 可是他們現在在重逢 對啊 哇 感動落淚啊 我們看 我想看看賽亞槍會有什麼反應啊 等一下喔 應該應該只是個嗯了吧 對啊 喝鬼杯祭老師 在會的七星將 高興的 流下了眼淚 這份感情 感染了我 也一起高興了起來 現在的旁白好像都是 撒了一下 就第三章 好像第三章開始到現在 全部的旁白都是撒了一下 這原版你們可是死得很慘 不過現在能重逢真的是太好了 不好意思 吉利先生 那時候已經很夢中了 但是 先生也不斷安心 那 大家 可以準備好嗎 好嗎 好像是準備要開始啦 準備什麼 然後現在發生什麼事了 掉進洞裡面了嗎 好像真的是耶 欸 地震 好像 好像進到天神小學之前 就會發生地震 現在是又是要轉移到 另一個空間了嗎 開始 哇 這拆謎遊戲好長啊 而且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怎樣 跟第三章的名字一模一樣啊 什麼 原來這個地震他很老嗎 好像只有你們才看得出來啊 什麼 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自然沒有跑完 如果不想讓自己的身體 被活生成撕裂的話 就閉嘴 喔 好可怕啊 看來這絕對不是什麼 好活動啊 等一下 他們才剛重逢 你省心直接把他們拆散嗎 直接讓他們 享受一次生理死別嗎 這樣不太好吧 感覺好像 很恐怖 喔 掉進防空洞裡了 真的欸 那我想 呃 經過了一連串的地震之後 他們真的掉進了一個防空洞裡面 那接下來 我們第三章的主幹 也就是 我們的 什麼 什麼 絕情 有的沒的 地下空洞 什麼猜謎 就要開始了 對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 這邊 好了 Let's code it 然後 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上方旁邊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 成功通關於 audience 別忘了在影片下方 評論區放那邊 那一鍵還出門進步 所以大家動力喔 然後也別忘了去粉絲那邊按個讚 好啦 那我想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 敏 你 所以絕對 絕對 絕對 不可以到森林裡去喔 嗚 iss 幹嗎啦 需要我得 需要你下我